哦 机舰宝宝宝又要搞事家 在山上定买方形的钉子 这是要攀岩吗 其实这里是大坝的施工现场 这些钉子是建起大坝的基石 在两河口水栈栈将要建起水深超过260米 相当于十几层多高的水库 要知道 三峡大坝的高度也不过185米 相当于这里的三分之二 水库一旦兴满水能容纳770个西湖 这些水给两河山铁带来的压力 相当于160辆25吨级的卡车全速通光 更不用说 还有4300万立方米的瓦石板针 会像如来神掌那样压在山上 为了保证大坝的稳定 必须给山主进行加固 这里地处高原山上全是洞土层 一面就像是一层雪糕 到了冬天硬邦邦 到了夏天就变成漫画不画的样子 而且日夜交替 温度一变化 这些土就冻了画画了冻 即使把洞土压实再次融化之后 也会形成渗路通道 漏水又漏风 加固山体说起来简单 其实啊 谈何容易啊 但没有什么能难倒基建坊墨 经过一番调前 施工人员决定 给山体打钉子 让它支愣起来 山坡上占满方形钉子 不会让山更容易碎吗 原来啊 一个个钉子之间 用长长的钢脚线连接 满山的钉子 加上一道道钢脚线 相当于一个捆线索 把山牢牢的捆了起来 整个设备强度足以抵御八级地震 这么高的山要用多少钉子 才能支撑住呢 这样一算可不得了 总共要一万六千个巨型钉子 全是钢铁打造 每根钉子有七十米长 足足两分重 把这么重的材料搬上山 相当于搬运了一个鸟巢 为了把这些钉子 运上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 也费尽了工夫 由于地势太复杂 大型运输机只能把他们运到半山腰 剩下的全靠人力来台 三四十个工人一起发力 才能扛起这些巨型钉子 高原还想量低 要把这些钉子 送到五六十米之上的作业面 最壮的工人 也要歇上十几次 磨破肩膀 累肚鼻血 都是最常见的事 就这样 最高级的黑科技 和最原始的劳动力结合 创造了捆山造坝的奇迹 说到黑科技 就不得不提 在很多钉子里 还安装了感应器 一旦承受的力量 临近边界值 就会马上发出讲道 这次施工用的感应器 到底有多神奇呢 为了让土层密室不深水 要先铺设后裤的保护层 保护层多达1176层 每一层路面 都需要经过十字细致的碾压 每台挖掘机走过的路 能绕地球六圈 如果少一次碾压 安全保障就少了一份 让工人没碾压一次 就计一次数吗 这个方法太老土了 工众师妹 直接开发了实施监控系统 不仅能观测 碾压机的轨迹 车速 记录碾压次数 还能计算出压实厚度 定位的精度 以厘米来计算 别说碾压机了 就算是蚂蚁 从路边爬过去 也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 钉子里的监控设施 精度更高 能达到毫米级 大坝建成之后 他们会时刻监测 收到的哪里 最轻微的形变 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为什么一定要跟高山 叫劲花费十几亿 在山上扎满钉子 要建起大坝呢 弟妹啊 一旦在这里建起水电站 每年的发电量 能让我们节省 1330万吨每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130万吨 相当于每年少 排放了一个斯里兰卡 造出这样的超级工程 怎么样 你有没有感到很自豪了吗 感谢收看 X的情报社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做过 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